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清晨的夏龙湾港口安静地令人窒息 传说中海上桂林的景致似乎并不明显 倒是更像油画中令人向往的静谧港湾 当然 说到越南的山光水色 夏龙湾肯定名列前茅 坐在船上迎着海风穿梭在突出海面的各个山峰之间 这是每个来到夏龙湾的游客一定要来感受的行程 夏龙湾海边的原住民以前大多是靠捕鱼为生 如今靠着旅游的发展 他们的生活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 阿海一家以前也是渔民 现在兄弟几人合租了一艘游艇搞起了旅游 阿海负责开船掌舵 哥哥则负责为船上的游客准备午餐 夏龙湾海域据说共有大大小小三千多个岛屿 其中吉泊岛是最大的一个 面积约为315平方公里 秀珍的吉泊岛 就连海滩也显得那么的小巧精致 这里的海滩不像别处那样宽阔 更像是镶嵌在两个悬崖之间的一处凹地 尽管显得有些局促 但却另有一番风望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吉泊岛虽然只是一个在地图上都无法找到的小岛 但岛上的生活设施却一应俱全 有医院 有学校 街道上同样车水马龙 人头攒动 规模不小的菜市场里 琳琅满目的白马的各式海鲜 价格十分便宜 吉泊岛盛产海鲜 对于当地人来说 只需在退潮之后在岸边随便劳动一下 就会有一盘丰盛的佳肴 海鲜在这里是每个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物 五月份的越南十分炎热 但吉泊岛却还算凉爽 原因就是每天都会有不期而至的暴雨 暴雨过后会落下遍地的凤凰花 让你在清爽之余还能感受满眼的火红 吉泊岛是一个适合住上几天的地方 因为这样 你就可以近距离地感受越南当地人的生活与状态 和他们一起慢下来 6月29号 昆明直飞马来西亚沙巴旅游航线即将首航 该条航线为昆明沙巴两地独飞航线 由翔鹏空客A320直飞 每周一三五各一班 空中飞行时间约4点5小时 马来西亚驻昆明领事馆总领事 纳斯里诺曼先生 代表马来西亚热忱欢迎中国游客到沙巴旅游 感受丰富多彩的马来西亚文化 请不吝点赞订阅